大家好,我是手机美容大王李俊峰 也是大型手机壳的个性定制总部的创成 现在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手机壳的发展历史 以及现在最新的手机壳个性定制技术 手机壳的个性定制呢,它是一个有一定历史的一个产品 虽然说好多人并不了解的 但是呢,它经过了几个阶段 那么最初的阶段呢,就是这种产品 就是像我们的这两种吧 这种是机壳打印 现在可能好多朋友认为手机壳打印 手机壳个性定制就是用机壳直线机打印 这个机壳直线机呢,就是 坑洛打印机改装的,在机壳上直接打印 这种产品的话呢,在很多地方是还在用 这是一种产品 还有这种,就是热升阀的,热转印的 无论是2D还是3D热转印 这也是一种机壳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在很多地区是 好多地区比较流行的 但实际上呢,这种技术都属于过去的技术 我们看看那种技术的缺陷在这种地方 首先看这种产品 这是机壳打印的产品 大家看吧,首先从着色来看 这个着色就比较呆滞 图案是比较呆滞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用的是溶剂墨水 溶剂墨水的话呢,它为了在这个机壳表面能够灼色 所以呢,它做了很多的腐蚀性的处理 这样它就牺牲了它的颜色的保护度和新鲜度 所以在打印的机壳上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种凝质的 呆滞的感觉 这是它的问题 另外它啄问题还不在这儿 我们可以首先闻一闻味道 它是有一股很刺鼻的味道 越是新的机壳,越有这种感觉 就是它就很强 因为它这个墨水呢,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腐蚀性 有一定的这个,它加了好多添加剂 是有一种气味 就是这样 另外,再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地方 我们轻轻拿一小刀片 我们在这个机壳上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看好,这是机壳 我们只需要轻轻一碰 这个图案就已经脱落了 注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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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很快很快 看 看看 就是这是这种机壳的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 第一点 就是颜色不鲜艳 它那个饱和度不够 表现度差 第二点呢 有那个挥发性的气味 实际上这种气味 对身体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它 不耐磨 看 这个很快就把它刮掉了 就是这种机壳的问题 另外我们再看看这个热转印的 热转印的机壳的话呢 它跟它有打通小异 热转印的话呢 尤其现在比较流行叫3D的能源 就是说 把图案打在热转印纸上 然后通过高温加热的转移到机壳上 这是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的话呢 有几个问题 咱们先说它的优点 它的优点就像这个机壳一样 它的整体感非常好 就是你看四周 动了一步到位 整体感非常好 但是呢 它的问题在哪呢 就是它的机型是很受限制的 必须 3D热转必须每个机型有个机壳槽 而且必须专用的机壳才可以 得经过那个热转处理才可以转印 所以它这个机壳的来源就受限制 而且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 还有点就是在转印的时候 这个成功率是受限制 有一定的相当多的报废费类 另外就是说它的颜色表现程度 比这个要好 比机壳感觉要烧好 要烧鲜艳 但是还是有一种颜色是真的感觉 因为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用了热转液末 热转液末 为了保证它热转液 它牺牲了它颜色的鲜艳度 所以这两种机壳 都是在鲜艳度表现上都比较不够 而且同样的问题 它的耐磨度也是不够的 我们再看一看 我们看看这个头是黑色的 经过我们这样一段看看 简单的一段 看看 不然就已经脱落了 一般而言 像这种机壳的话 用上一个多月 基本上这颜色就开始脱落了 我们是用了一个暴力测试 看看这些 看 很清楚吧 大秦呢 有很多的技术储备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机壳 首先说明一下 大秦所有的机壳 没有一个是成品 全部是现场各行定制 比如说这位 这是现场定制 这是CCTV的七套的主身 消灯坡 这是我今天刚刚来做的 更新女生 上面有它的卡通照片 下面是他们栏目的二维码 这是消灯坡的 他们经常标志的一个 宣传的消灯坡 它用的是Mate 7 这是Mate 7 你看这种机壳 我们可以任意的扭曲 消灯坡的坡 但是这机壳是没有问题的 看 这是个性定制的 这种也是做好的 注意看 这种机壳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 除了这种颜色的鲜艳度 除了这种闪光效果 它还可以这么做 就可以粘上 很酷吧 这种机壳的话 我们做了很多的样式 比如说 这是另外一位CCTV主持人 大家可能知道 叫阿秋 这是我前段时间给他做的 他也去想找 他也去见过很多的机壳 他去想找特别酷的 我们就给他做了特别酷的 除了这照片本身很酷之外 关键是在他的工艺上看法 粘走了 还好玩 加上手艺也是一样更有意思 这种也是我们打擎手艺口 个性定制的 请注意看 它上面有各种钻石 然后呢 之中也可以用虚 任意用虚 没有关系 怎么做都没关系 而且大家注意看没有 当我们把几种机壳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请注意看这种对比 这是机壳打印的 这是热盆印的 这是打起 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对比上来讲 会发现了什么 会发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鲜艳 对吧 颜色非常鲜艳 而且我们这个机壳是核软很硬 像刚才有硬的机壳 也有软的机壳 我们这个都可以 像这种就是 相对来讲就是我们这个范围很广 而且关键颜色很鲜艳 因为它用的是水性喷漠 水性喷漠是颜色表现最丰富的 而且除了这种之外 我会发现 它这个 再看颜色本身宝针上面 我们也在座的暴力测试 我们要公平起见 刚才把他们两个用刀片刮了 我们看看这边 我们就找那种美女的衣服 这边是吧 红色的 我们看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能不能把它刮掉 看到 这个机壳在刮 但是头上一点没有掉 看 这全部是机壳上的痕迹 但是但是图案一点没有掉 注意看 这只是机壳表面这一点 你看一种又是这样 机壳 机壳颜色 图案一点也没有变化 再来换一点 没有掉 你看机壳已经变形了 但是图案还是没有掉 还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我们有一种 独特的复活镜像技术 你是 除非你把这机壳捣乱 把这机壳打穿 否则图案是永远不会掉的 而且它不会起边 永远不会起边 也不会掉色 保证度 保证度特别好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工具 那种技术 可以用在很多领域 比如像这个机壳 都是同样的方法 这种技术 也是永远不会掉色 永远不会起边 然后保证度颜色线 也是如此的鲜美 接近原样的颜色 当然还有这种 还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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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方法处理的 可以做各种表现 也就是说 从机壳的型号是没有限制的 机壳的形状也是没有限制的 机壳的纸地也几乎没有限制 任何手机任何型号 都可以处理 都可以处理 放在这些 还有这种 就是带雷射激光的 是吧 有3D质感的 还有这种 上衣 这是几种机壳的技术对比 当然 大壳的 大琴的 技术处理方法 还有很多 我们现在再一一 看看这种 其他的东西 这个呢是 我前两天在三星的 专卖柜台拿到的机壳 这是三星啊 原厂配的 就是 S7 他那个 销售员对我来讲 他很不耐 他说这个机壳 太简单了 客户呢 也不大愿意要 能不能作业处理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机壳上 做了处理 用大琴的 镜像处理技术 请注意看 这个 这个机壳 已经完全变了样了 我先把它剪开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机壳 好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机壳 被我们大琴做 鲁哥英明日的技术 就这样 注意看 边缘怎么弄 它有任何时候都不会起 然后呢 它也不会掉色 跟那个 这个手机本身一搭配 就能出现非常自然的效果 它最大的保持了圆极壳的质感 而且特别舒服 任何时候不会起 然后也不会掉 非常好 然后我们再说这种工艺 这种工艺呢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用的 用了大琴设备的 用了一小部分设备做出来的工艺 大家请注意看 它这种工艺做出来的方法 是周围是没有拼接的 实际上这种技术 是在我们大琴很早就有那种技术 这种技术属于一种半包的技术 大家注意看 它边缘很自然的没有那种拼接性 因为它是用的是这种全包技术 全包技术适合在加盟店来做 门店来做 那么这种拼接口呢 像这种产品拼接口 它适合你做微店和做网店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客户要自己去贴 客户自己去贴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高的技术 他只好用去通用了傻瓜的东西 将这种方法就犧牲了一部分的效果 但是这适合你不同的应用 我们大琴是考虑到你各种应用 都准备好了 如果你在自己的门店做 那么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就是你看它的边缘 它一步一次成型 对吧 无论多么大的弧度 都可以一步到位 这是一种方式 这种方法 我们在04年的时候用的是 就是度门打印机 这个度门打印机的话 但是后来09年我们把它淘汰了 为什么淘汰呢 因为那种打印机的话 它一是打印尺寸小 现在很多手机都打平 那种手机打印尺寸要小 一般都是五寸六寸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它不耐磨 用了大概七天左右 这图案就开始脱落 所以我们后来改进了 用现在的工艺 现在的工艺就完全不会脱落 图案的颜色保持很完整 而且可以保持很久 这是现在的技术做的 那么具体的机核打印 有人会说 难道机核打印 就是跟大晶 这个第五代技术相比的话 难道说我们就不能是零和游戏吗 不是 我们大晶同时在推广的 也推广了机核打印 这个两者可以是互补的 机核打印有什么优点 它能够操作比较简单 它很多平面的 它几乎都可以打印出来 而且还可以在很多材质上打印 比如像这个 像那种拉斯文理上来讲 用机核打印 就是有它独特的质感 打印出来之后 手感特别舒服 就完全是机核打印做团 因此 无论是机核打印 还是热转印 实际上它们还有一个相可相同的作用 我们推荐大家是 选择大晶的五代机核定制工艺 要加上机核打印技术 同时也要加上机核打印技术 这样让你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更有层次感和更丰富 还有一种叫K7式机核 这种机核的话 请注意看是两种工艺 都是同样的一个机核 这种工艺做的是雕刻的 纹针卷刻 很有质感 第二种就是我们这种 大晶的这种方法做的 这种机核的话 你看自己的照片和图案都可以做上去 非常的有质感 这个机核本身的选择也非常好 造型也非常独特 所以一般这个可以卖出很高的展 我们有的家伙商能卖到两三百多元一个 这种是拼接的油 全是拼接的 它颜色很纯色的 这也是拼接的 我们用几种不同的材质把它拼接成这种创业 非常质感 而且很酷 这也是拼接的 太疑惑 大晶呢 是一家专注做手机和更新制的公司 我们创业2002年 2002年呢 我们在北京开设了人物第一家的手机名店 从此开始我们就一直走向这条路 而且呢 每天都在钻研 在这个领域 钻研 开发 再钻研 再开发 所以呢 我们这十六年十四年的时间里边呢 我们大晶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手机和更新制的设备公司 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专利 同时还有更多的技术储备 包括材质 包括工艺 还有团队 所以大晶的话呢 愿意跟大家去跟很多创业者和业链人士 所以共同去推进所有各地产业 共同把手机名店的行业做得更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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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来